一到秋天鼻炎旧饭 治本重在治肺 五个穴位疏散风热 一 银香穴 银香穴在鼻翼外缘重点旁 鼻唇沟中 爱酒最好是爱勋或者针灸这个穴位 具有通力鼻翘的作用 能够治疗鼻炎引起的鼻塞流鼻涕的症状 还能治疗感冒疏散风热的症状 二 硬糖穴 硬糖穴位于面部 两眉头间连线与前症中线之焦点处 硬糖穴的主要功能就是通力鼻翘 治疗鼻塞不同以及嗅觉减退的症状 还具有安神和醒脑开窍的作用 针对鼻炎引起的鼻塞失眠的症状 可谓是对症下药 三 中腹穴 锁骨外侧端下缘的三角窝中心是云门穴 由此窝症中垂直往下推一条肋骨处即是中腹穴 首先具有疏散风热的作用 可以改善感冒引起的鼻炎 能够倾泻肺热 辅助上述穴位治疗鼻炎 四 太渊穴 太渊穴位于手腕部位 手腕横纹上 拇指根部侧即是 这个穴位能够改善的肺的通气功能 治疗鼻塞流鼻涕等症状 能够扶症曲弦 缓解鼻塞引起的头痛问题 五 哨伤穴 哨伤穴位于手拇指末节饶侧 距指甲角0.1寸 这个穴位通疏通 调打 开腺能力较强 正对鼻塞症状一针见血 还能治疗风热感冒引起的鼻塞 辅助上述穴位治疗鼻塞 还能治疗鼻塞引起的头中昏沉的感觉 这几个黄金穴位 秋天常按摩 秋冬不犯病 身体调理类 一 肺穴穴 调节呼吸系统 肺穴穴是肺气转输 输注之处 爱酒该穴对改善肺脏功能 消除肺脏功能失常等症后 具有一定功效 如咳嗽 哮喘 咳血 肺劳及过敏性鼻炎等症 去血方法 取定穴位时 一般采用正坐或俯卧姿势 肺穴位于人体的背部 当第三胸椎及突下 左右旁开二指宽处 二 风龙穴 健脾驱失 次穴主治头痛 眩晕以及咳嗽痰多等痰隐病症 每日爱酒十五分钟 可以有效健脾驱失 另外 爱酒骨学爱足三里 解析血等也都有去失的功效 去血方法 从腿的外侧找到吸眼和外怀这两个点 连成一条线 然后取这条线的终点 接下来找到腿上的颈骨 颈骨前缘外侧1.5寸 大约是两指的宽度和刚才那个终点平齐 这个地方就是风龙穴 三 中腕穴 调节肠胃 在这个穴位进行爱酒 能够有效地缓解胃部和肠道 所出现的各种疾病以及症状 例如腹泻 腹痛 食欲不振 恶性 烧心 矮气等 去血方法可采用仰卧的姿势 该血位于人体的上腹部 前正中线上具体着法如下 胸骨下端和肚脐连接线终点极为此学 体质改善类 一 足三里改善机体免疫力 九足三里得长寿的养生秘诀 一直为骨筋医学大家和养生大家所珍视 中医认为人体足三里是一个滋补强壮穴位 爱酒该穴位可调理脾胃 补中益气 舒分化湿 增强抗病能力 女性爱酒足三里则面色红润 长宝年轻 男人爱酒足三里则筋骨强壮 精力充沛 去学方法可以以左腿用右手 右腿用左手以食指第二关节严禁骨上移 至有突出的血面骨头阻挡为止 指尖处极为此学 二 关元学 调节内分泌 致痛经 关元学有培缘固本 不易下胶之功 翻元气亏损均可使用 临床上多用于泌尿 生殖系统积患 长爱酒关元学 可其道致痛经 补肾虚 促进血液循环的功效 取学方法 用仰卧的姿势 四手指冰拢 将冰拢的手指 横放在肚脐下方 肚脐下正中线与手指交叉的地方 就是关元学 恢复放松类 一 合骨学 镇静止痛 治感冒 据经络理论以及实践证明 爱酒和骨学 头痛 发热 口干 流鼻血 脖子肿 咽喉病以及其他五官疾病都可以得到缓解 取学方法 母 食两指张开 以另一手的拇指关节横纹放在虎口上 当虎口与第一 二掌骨结合部连线的终点 母 食指合拢 在肌肉的最高处即是 二 山中穴 活血通落 山中在人体躯干的黄金分割点上 是脏腹之气汇聚的地方 爱酒山中穴可以扩张血管 调整心脏功能还可调节胸闷 心悸 呼吸困难 咳嗽 恶逆等症 爱酒的作用很多 但由于个人使用方法及爱酒的穴位不同 同时加上每个人体质的区别 在效果上也会存在差异 取学方法 仰卧平躺 两乳头连线的终点就是山中穴 它位于胸前第四类间隙与前正中线之交点 穴位就是中药 经络就是大药库 一足三里等于白竹 健脾益气 造湿沥水 止汗 二气海等于当身 不中 益气 生精 至脾胃虚弱 气血两亏 体倦无力 食少 口渴 酒蟹 脱缸 熟地 羊血 滋阴 三兆海等于生地 清热生精 凉血 止血 四胆精的杨灵犬等于逍遥丸 五神门大兜学等于牛黄清心丸 先按摩心经的神门学 再按摩脾经的大兜学等于牛黄清心丸 六少府学等于牛黄清心丸 七尺则腹溜等于脉胃地黄丸 暗柔费经的尺则 加上肾经的腹溜等于脉胃地黄丸 八封门孔最等于通轩里沸散 按摩膀胀胱镜的封门 第二胸椎脊凸下膀开1.5寸 加上费经的孔最就是通轩里沸散 酒内停学等于牛黄解读丸 十中斧等于补中一气丸 十一太白 伤秋太冲等于补中一气丸 只要暗摩太白 伤秋太冲三血合用等于补中一气丸 十二太冤雪 伤秋雪等于圣灵白竹丸 费经的太冤雪 披经的伤秋雪等于圣灵白竹丸 这两雪合在一起来用 补费健脾 功效显著 太冤与伤秋就是免费的圣灵白竹丸 圣灵白竹丸 健脾止泻 十三大灵雪等于马丁灵 柔大灵雪可以从心脏界点血帮助孕化 为您增加胃动力 雪性熟土 还有健脾的功效